好的,現在我們請下一位同學介紹他在寒假做了什麼有意義的事情 大家好,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紹我寒假去的台北國技術展和淡水龍茅城 首先我要跟大家介紹的是台北國技術展 在那裡我看見了許多有意義的書 我買了五本林哲章的小說 這一本就是其中一本 接下來 我要跟大家介紹的是淡水龍茅城 在那裡我看見了九面棋子 分別是西班牙、荷蘭、正成功、清朝、英國、日本、澳洲、美國 接下來是中華民國 這九面棋子都是代表曾經佔領過紅毛城的主人 如果有人要問你 那個一開始的紅毛城是誰蓋的 你應該要說是西班牙人蓋的 因為一開始他們先蓋了聖多明歌堡 如果有人想要問你現在的紅毛城是誰蓋的 你應該要說是英國蓋的 因為呢 後來 後來 河蘭人 把聖多明歌堡 變成了 安東尼堡 然後 是尖尖的 但是最後 英國因為覺得 我們現在不要打仗了 而且 我們想要住更多人 所以他們從 漸漸的 把它蓋成平平的 所以 這就是為什麼 你要跟他們講 是英國蓋的 我的內容都講完了 謝謝大家 謝謝